好 一起来关注南亚的粮荒 今年因为极端气候还有各种因素 因此我们已经focus好几次 粮食在某些地方出现短缺的情况 这次看到南亚 阿富汗在塔利班掌权之后 经济是彻底崩溃 很多应付营养不良 早产而增加 塔利班是不准女性工作 让丧偶的妇女也陷入绝境 母亲变成卖孩子换食物养家人 因为热浪和长期的干旱 南亚的农产大幅减少 巴基斯坦产辣椒的小镇 原来是亚洲红辣椒首都 连年欠收 环境专家指出 巴基斯坦的粮食危机 已经就在现在 阿富汗民众在艳阳下 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 领取联合国救济金 每个家庭资助43块美金 约合台并1290元 阿富汗几乎一半的人口 一天吃不到一餐 全国900万人陷入饥荒 许多母亲被逼到 想卖孩子换粮 阿富汗在塔利班掌权后 国家经济崩溃 食物短缺也获延新生儿 孕妇营养不良 导致早产增加 阿富汗最大的儿童医院里 早产儿当中 20%到30%都是缺乏营养 记者采访的当下 有婴儿突然停止呼吸 医生紧急抢救了5分钟 才成功把他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红十次会帮忙阿富汗30多家医院 支付医疗人员的薪水 院方也提供病童母亲 营养食物 让他们回家后 有足够的母奶可以喂小孩 但阿富汗女性的困境 不止如此 塔利班不许女性工作 他们无法帮家里分担 尤其是丧偶的妇女 更是陷入绝境 不止阿富汗 南亚地区因为热浪和干旱问题 同样面临食物短缺 印度北部西部和南部 近日都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 首都新德里严重缺水 预计印度今年小麦的年产量 将会减少 巴基斯坦东南部地区长期缺水 当地河流干涸 农业和畜牧业难以为继 巴基斯坦产辣椒的酷瑞镇 号称是亚洲红辣椒首都 但连年的欠收 这个封号现在恐怕是 名存实亡 当地的柠檬 姜果和芒果也因为高温缺水 产量大受冲击 环境学家提出警告 巴基斯坦很快就要面临粮食危机 联合国粮冲组织报告显示 去年面临饥饿的人数 增加到1亿9300万人 较2020年多了4000万 若再加上乌克兰战事的影响 已经处在饥荒边缘的国家 将受到毁灭性的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